同学们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算法应用课程 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以及gradient descent 梯度下降算法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接着跟大家介绍这个梯度下降算法剩下的内容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一节课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从这个图像的层面来给大家解释了这个深度,这个梯度下降算法 它的公式,那么这节课我们就跟大家来从数学的方向来严谨的推一下这个公式 就是我们如何来推出这个更新的公式是我们讲到的 好,首先我们还记得我们上节这个图,假设我们这个目标函数是C,它有两个变量V1和V2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定义一下一个变化量,就是从数学极限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用过这个delta,就是它C的变化量可以约等于这两部分 就是我们对V1求偏导乘以V1,加上C对V2乘偏导乘以V2的变化量,是吧 这样就可以约等于C cost function,它本身的变化量 好,这是第一个公式 那么第二呢,我们再建立一个小的这样一个表示方法 也就是说因为V这里面,我们有两个变量V1和V2,我们叫deltaV1和deltaV2 我们就统一用这个向量来表示比较容易一些 所以我们用这个deltaV来表示V1和V2这样一个向量它的转质,transpose它的转质 好 第三呢,我们就表示一下另外一个量 也就是说我们要表示一个C,这个cost function,目标函数它的gradient vector 也就是说它的梯度向量,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对V1和V2分别求偏导,然后再求转质 我们就把这样一个量称作是这个cost function,C的gradient vector 就是它的这个梯度向量 那么它的符号是这样,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整体 这个倒三角号加C,就当作它的梯度向量 那么有了这三个值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关系啊 也就是说这个C的变化量deltaC它约等于是吧 上面这两个公式相乘我们可以看一下是吧 它的内积我们看这个梯度向量是吧 它乘以上面这个deltaV刚好就等于这部分是吧 等于C的变化量 那我们为什么要写出这样一个公式,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步我们可以定这样一个值 就是说我们使这个V变量 它的这个V的变化量deltaV呢 让它等于一个乘数 这是我们看到熟悉的上一节课讲到这个N 就是学习率乘以假设等于某一个乘数乘以这个C的梯度变量 那么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deltaV等于这部分带到上面这个公式来 那我们得到什么呢 也就是说把这个公式带到上面这个公式来就变成了公式左边是deltaC对不对 还是这个cost目标函数的变化量就约等于这一部分是吧 我们deltaV再乘以这个C它的梯度变量 然后我们这有两个梯度变量 我们把它写成这样一个它向量长度的平方的形式 前面有一个负的乘以N 那么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还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找出使这个目标函数C最小的点 那么这个deltaC指的是它的变化量 所以我们让它的变化量一直小于0比较好 是不是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满足它不断减小 也就是我们给某一个数如果不断加上一个负数的话 那就可以使它的值不断变小 那么这样推出来这样方程就满足了这个条件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这个N这个learning rate 这块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正值 那么我们这个长度方程的平方当然是一个正的了 所以我们前面有个负号 所以整体的这个量也就是说C的变化量 它是一个小于等于0的数 它是一个非正的数 那么这样我们如果每次来更新这样一个量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C不断减小是吧 所以我们的这个更新方程就出来了 我们就让V每次减小这么多 就我们之前写的这样一个量 就是它的学习率乘以这个C的变化量 这个跟我们上节课学的公式是相符合的 因为它是如何定义的 就是对分别两个变量求偏导 好 这样我们就推出了这个T度下降算法的这样一个方程 那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目标函数 之前我们讲的这个W和B这两个变量 我们就可以当做这个V1和V2 之前我们只是讲的这个泛指 就是两个变量 在这个神经网络里面具体我们用的是这个W这个权重和B这个偏向 但是要给大家提醒一点 就是说刚才我们推出来这个Gradient Descent 就是T度下降算法 它的这个我们用的是两个变量 但是它其实可以是多个变量 都是适用的 我们只不过是用两个变量举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最后总结出来的方程 它是可以是一个向量的形式 是一个Vector 所以它可以是非常多个变量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我们具体的神经网络算法的话 我们的目标方程是这样 那我们来套运刚才的我们这个Gradient Descent T度下降算法 我们就可以分别对这个权重和这个BiasB来更新 更新的方法就是对他们来分别减去这个乘数乘以一个 对以C为目标函数分别对W和B求偏导 并同时更新这两个 那么我们回顾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X指的是我们的输入是吧 就是一个一个图片它的这个像素值 那么我们每一次训练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图片 对不对 比如说对于这个手写的Minist Dataset 这个数据集的话 我们有6万张训练集 那么这里其实指的是一个平均的cost 因为我们要把所有对于所有训练集 单独算以后加起来 然后再除以2n 对不对 这个n就指的是我们有多少个训练实力 它是一个平均的一个cost 那么这样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对于每一个训练实力X都要来计算这个梯度向量 Gradient 是吧 那么如果我们的实力个数非常非常多的话呢 也就是说我们训练的数据集过大的话 我们要花费很长时间来学习 学习过程太慢 所以呢 我们就产生了一种 梯度下降算法的一个变种 我们称为这个随机梯度下降算法 叫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这是因为我再重复一遍就是我们对于每一个训练实力 我们都要来套进去 来计算 这个权重和偏向的更新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速度是比较慢 因为我们要我们的这个X 就是我们的输入 它的这个实力的个数太多了 所以呢会花费很长长时间 这就是我们产生了一种动机会有一个新的变种 叫随机梯度下降算法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算法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基本思想 基本思想就是说我们从所有训练实力中取出一个小的采样 这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假设有6万个实力 那我们只取100个随机的采一个100个这个X 我们把这100个X叫做这个mini batch 然后我们来通过这100个 我们就可以通过同样的这个梯度下降算法的更新公式 我们就可以来估计这个C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大大提高学习速度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就跟选举调查的时候 假设我们现在开始美国大选了 我们要知道这个支持 比如说有两个热门人选 这个希拉里和特朗普 他们俩的这个支持率分别是多少 对不对 那么我们本来应该想知道的是真实的 就是所有美国选民他们分别支持谁 但是我们假设要调查的话 我们不可能问每一个人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问的人次太多 打电话次数太多 所以我们可能会随机抽取一个样例 比如说我们随机在美国的所有的选民中 随机抽一个1000个人 然后问这1000个人 你准备选谁 那么通过这1000个人呢 我们就可以近似的来看出来两个选举人的这样一个支持率 所以同样的道理呢 我们现在不需要采用每一个X来估计 让我们这个神经梯度算法 就是梯度下降算法 用它来更新 我们可以采一个样 用一个sample 然后根据它呢 我们来算 那我们 就是说如果样本够大的话呢 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近似的值 它的gradient 对吧 我们的目的是要算这个C 它的这个gradient vector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梯度向量 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 我们假设我们取了m个实例啊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这个小样本它的这个 实例个数是m个 那么总个数是n个 但是如果当m样本比较大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 不断的取样 先取一个样本 然后我们来算 我们再取一个样本算 我们最后平均下来呢 会近似的等于这个 所有用所有的这个 X来算 值 这样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 规律 所以呢 下面呢 我们就看 我们怎么算呢 就是说我们任意 比如说我们定义X等100 我们在所有的这个 X中 这个图片中 我们任意抽取100个 然后我们来计算 这个 通过这个gradient descent 梯度向量算法来计算 它的更新 计算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随机取100个 经过多次更新以后呢 我们其实 就可以 近似的模拟出 我们根据所有实例算出来 一样的这个 gradient 这个值 所以我们就是说把它带入更新方程 我们来算 就是我们的这个权重 他就等于 这个权重减去 这个本身的这个learning rate 除以我们这个m 然后我们把 所有的这个 偏导 求和 对于这个偏向点 是一样的 那么 我们 每次重新选 一个mini batch 用来训练 直到耗尽 所有的这个训练实力 这时候我们就叫做一个apcar 一轮 完成了 这个apcar 就是一轮完成了 然后 我们在 循环往复这个过程 对神机网络是里面的这个参数w和b进行更新 那么 这样一个思路 这样一个算法呢 就叫做 stochastic gradient 随机梯度下降算法 在现实中的往往我们使用的是这个随机梯度下降算法 因为 传统的这个梯度下降的我们的实力个数太多的话训练会非常非常慢 好的 那么 这节课的理论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面 从下一节课呢 我们将跟大家开始 根据我们理解的算法 我们来通过python 给大家写一些程序 来实现我们所讲的这个梯度下降算法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 更细节的角度来 一步一步的 看通过代码 如何来实现 梯度下降算法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